男子貞易小科診所 門口鐵捲門拉下 公告從十八號開始 要修整一個月 背後的原因是是否追查到 醫生違規使用本芭比托 教科術上也是說 可以吃本芭比托 防止抽菌 有沒有用在長腳控部分的 都沒有 沒有 醫生為自己喊冤 將會進行申訴 高雄市政府 從這個月八號 由衛生局聯合 稽查聯所幼兒園 以藥追人 擴大清查詮釋 兩千七百零二家的醫院 診所和藥局 總共有145家 持有本芭比托 包含男子的這一間 小兒科診所在內 有四家診所 四名醫生 有不當用藥的情形 十六號 我們就裁定定業 一到六個月 必科罰款的處分 從今天開始主動通知 在最近一個月 在這四家診所 使用該藥 或半年內 在世間神所使用 該藥物三次以上的 未滿十八歲海公 及家長 高醫 榮種 異大 高雄長根 來接受免費的 醫療評估 四位醫生當中 除了停業 還被除以 十一萬到三十三萬的罰還 包括感冒 及其他呼吸道感染的症狀 不應該使用 貝洛巴比桃 醫學上主要是用在治療癲癲癲的一個相關的疾病的一個長期控制 本巴比桃是管制藥品 大多是用來治癲癲癲患者 需要醫生定期追蹤評估 現在因為新北幼兒園血統驗出了本巴比桃 讓高雄市政府動起來追查用藥 有疑慮的民眾可以跟衛生局聯絡 尋求幫助 三立宣黃喜燒張哲如何承諷 高雄